在花蓮吉安分局警員 15號一早在巡邏的時候發現 有一個騎士他是違規 但是他一攔查騎士馬上串到巷子裡面 遠景一追上去 發現他身上有9位 酒測池一測高達0.57 但是後來他眼面痛哭 原來他是一名陸軍中士 花蓮吉安分局遠景攔車酒測 就在15號一大早 警方執行巡邏群務的時候 發現一輛機車月線等紅燈 遠景隨機鳴笛攔查 騎士興趣馬上左轉串進小路 警方追上騎士又想掉頭溜走 最後還是被遠景攔下 酒測值高達0.57 因為今天要收價數才... OK 插台工具拿過來 你先上來...你先... 你先...沒關係 你情緒平靜...平靜一下 男子突然眼面哭泣 執行冤禁只能勸位 同時扣車將人帶回 原來酒測騎士今年30歲 是名陸軍中士 在花蓮彈藥庫服役 前一晚休假聚餐喝酒 沒想到一早收價酒還沒退 騎車返回營區途中 被警方攔查 因為該騎士停擋紅燈的時候 超越停止線 我們遠景見狀 在站前盤查 過程中聞到騎士 有濃厚的酒氣 經過酒測後 數值超過法定的標準 旅行男子偵訊後 被警方依涉犯公共危險罪移送 遞檢署偵辦 所屬單位花房部回應表示 將一規定把酒駕中式列入 泰除名單 記者徐立芹 歡迎報導